然後我們看到海外的一些 駐美的一些民進黨的一些側翼 也是這樣講 反萊塢議題本身是一個操作 公投過的話 對台美關係造成嚴重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請問是什麼樣的 你嚴重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你告訴我們 是美國立刻不賣武器給我們了嗎 是這樣子嗎 還是怎樣 他們的成員常年在美國跟加拿大 自然也都使用有 含萊劑的豬肉牛肉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因為食用導致健康的案例 重點來了 你有問題你也很難舉證對不對 你很難舉證 如果說這些成員是得了癌症 或得了什麼東西死亡 你能夠舉證嗎 不能 所以他很難舉證 他又科學證實對人體有害 所以當然不吃 你不要說什麼萊豬的六碗豬肝湯 萊豬的半碗豬肝湯 我也不想喝 不是這樣嗎 更何況施政鋒教授打臉 說這些人 根本就在撒謊 叫做 我很喜歡請大家留四個字 他說 胡言亂語 頭懷送暴 前驢濟窮 公然說謊 就是公然說謊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 這位北美台商協會的聯合會長說 他吃美豬三十多年 瞭解美國對食安把關 萊豬進口沒有健康顧慮 不過三十多年前有萊豬嗎 他怎麼看這些人都是在說謊 但是帶風向能夠帶到像陳吉仲這樣 春吉老師 我真的 你能夠想出四個字來形容他 我還真的想不出來 那些人真是 保養品 你敢講這種話 如果萊劑是豬的保養品 我就問 你們不是說吃萊豬沒問題嗎 那請問開放進口道進來 為什麼是零 如果你們想說沒有人進來 那不對 台灣的豬是不准吃萊克多班 那你就開放讓台灣的豬 也吃點保養品不是好了 不是 就是說 那你們明進黨 應該進一些進來吃 這麼好吃的美食 美品 你們就吃 你們為什麼不敢吃 嘴巴 剛剛為什麼講說沒有人性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在操場 你們是蘇巧慧在那邊值班 你看看 如果是什麼3Q哥 如果是賴品瑜 你今天你的父母擔心 小孩每天在那邊 那個就會在乎 為什麼真的沒有人性 陳吉仲講這種話 也是毫無人性 一副不干他的事這樣子 那那麼好吃 你先示範給我看 你說保養品 而且我跟你講 老百姓都願意出錢 讓你們民進黨吃個痛快 你不要講一些不負責任的話 那現在大家都這樣講說 那到底有沒有毒 國外這些 哪怕這些 還有北美教授 你是在說什麼 你說你們在那邊吃 沒有出資事情來 你們的誠信度如何 你們就是在幫綠政府講話 你們講這種話說 我們在那邊吃什麼幾十年沒事 你有真的夠公信力嗎 我為什麼要相信 我的重點不在這裡 今天反台諸聯盟也公布說 吃10PP怎麼樣怎麼樣 照照跟他講說吃了幾碗 怎麼樣會怎麼樣 我有一個觀點 如果我們今天是 模範生我們是100分 為什麼要去做60分鐘 剛剛看到Codex 也沒有問題 吃一點不會有問題 這個是60分的標準 我們今天跟美國很多東西 我們都不如他們 我們不是要跟上國際 要跟上美國 可是這件事情 有關豬要不要吃萊克多巴胺 很抱歉 我們考的第一名 我們考的比美國還好 我們台灣的豬農 不用這個萊克多巴胺 為什麼100分要跟60分的學習 為什麼100分要降低走60分的 陳其中你告訴我 你是這樣子嗎 你以前可以考上台大 你說我要亂混 所以我要問一個 如果今天我們100分的被被迫 走到吃60分的標準 你就告訴我原因 這是因為美國人壓迫你 那你就讓我們面對 你不要講說沒有那麼嚴重 也可以吃 也可以當保養品 你講這些胡扯的話幹什麼 你讓他聽了生氣 我還再次問我們100分的 為什麼下降跟60分的學 60分的應該跟我們學 我們在這地方 應該是當美國的模範 那你回到 我說我們這位外交部長 人家扯什麼 他說有一個可能性 請問可能性是多少 10% 20%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 還是一億分之一 如果那個可能性 我們進入不了 什麼TIFA不跟我們談 CPTPP進不了 那你告訴我有可能性 可能性到底多少 如果是千萬分之一 我們為什麼要在乎 你就告訴我 我們只要不吃 美國人就會對我們 怎麼樣怎麼樣 亮開來 你們這兩天 不是在開什麼什麼 經濟高峰會議 你說沒有談這個問題 完美華為人不直接跟他談 跟美國商務部長談 你們可以面對面 到底如果我們不吃萊豬 會不會怎麼樣 會這樣 TIFA可能會中斷 我就說可能 這可能到底是什麼意思 千萬分之一 一億分之一也是可能 他講這是一個不負責任 講這個糊弄人的 你要是具體跟我們講 風險有多高 那我們再來考慮 我們未必承受不起 今天我們跟美國人談判 美國人比較需要台灣 還是台灣比較需要美國 那不一定 我跟你講 今天他就拿我們當炮灰 在那邊弄 我們有多大的談判籌碼 是你們這些傢伙自降國格 你把台灣英俄的籌碼 你不但沒有用 還去弄一些不三不四的 傷害我們的東西來 你們這些可以當外交部長 吳昭燮你是什麼玩意兒 你有個可能性 那可能性到底多少 講重話我們不應該聽 所以我這兩個論點 我們如果是100分的 為什麼要降格接受60分的 然後還講說多好 然後堅持100分的 還被你罵得一大糊塗 有這樣一個是非標準嗎 有這麼一個不應該的標準嗎 另外一個 你永遠恐嚇我們 具體的風險 我們應該面對跟承擔 這種沒有辦法評估的 講一種可能性的 然後你就要來威嚇我們 叫我們要屈服 當然不同 我們當然不同意 請問你 承擔 事製 6 4 3 4 4 4 5 5